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慈悲红发型 见乌云皆空 独一切苦恶舍 离此色不依孤 孔不依瑟瑟 即是孔 孔即是色手相心事 也孵如是舍 离此时出发孔相 无声不灭不高不尽 不增不尽 是红空中无色无首相心事 无言而笔舍身影 无色深香味出发 无言解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明无明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袁晓大师 另外一位 现在影响力更大的 潮汐中的开山祖师 叫知纳禅师 那两位是好朋友 但是知纳禅师比较重 禅种 所以比较讲了开悟 那袁晓大师 他比较重把佛法带入世间 所以当然最出名的 就讲袁晓大师为了要到中国去追求佛法 结果在途中睡在一个山洞 结果因为很口渴 看到洞里面居然有 就像那个瓢子 蓝瓜瓢子 然后里面装了清净的水 好高兴 喝下去 然后呢 早上睡醒以后才发觉 他拿的瓢是一个死掉人的骨头 骨头里面装的这些水 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吓得一跳 但是也开悟了 为什么 念一下万法为心照 所以晚上看不见 以为那个是一个瓢子清净的水 早上既然是人的骨头 搞不好里面是流下来的血浆 但是因为心有分别所以就会怕 心没有分别的时候就可以超越一切 所以他就开悟了 就不用到中国了 那那个时候佛教是属于皇宫的佛教 那时候佛教都是皇帝大王 但是后来袁晓大师有点被逼还俗 因为有一个国王找人算命 他的妹妹 他的女儿是个寡妇 听话如果袁晓大师能够跟他在一起 就可以生出一个很好的儿子 所以就这样设计他 袁晓大师就跟以前的鸠摩罗史 鸠摩罗史欢迎了黄炎金 很多大称的经典 那时候后来被逼还俗 然后不但他爸爸是被逼还俗 还剩下鸠摩罗史 鸠摩罗史也被逼还俗 有男女的情欲 那袁晓大师也大概如此 三天睡在皇宫里面 就这样跟那一位公主产生了关系 后来公主怀孕了 但是袁晓大师一样离开 那这我想这是个视线 但是他没有这一段经验 他就不知道把佛法不了解世间人的苦 因为站在禅宗 我们出家人修苦行 开悟 然后比较不接触众生 他站在大众部 很多菩萨人会视线结婚 生小孩 就像释迦摩罗里佛一样 了解世间苦 那袁晓大师因为破戒了 但是虽然他太太怀孕了 然后他永远不会去看这个小孩子 他要放下 然后因为这样他就没有在皇宫 他变成疯疯疊疊像激功一样唱歌 然后就这样把佛教融入在世间 民间 所以我想佛菩萨会做各种的视线 然后呢 这样佛教就变成一种大众修行的方法 当然导游师姐也有说 他儿子知道 原来他的爸爸是一个出交人 也经常来这个地方 要看袁晓 但是袁晓大师绝对不见面 不理他 然后他儿子经常在那边扫地 所以刚刚各位上来 你们看到袁晓大师的一个像 那就是说 他火化以后 他的儿子也用他的烧完以后的旁边的回家 土而捏成他爸爸的像 但是后来他爸爸的像 居然头是朝着 等一下我们去看 他儿子扫地的地方 那这什么意思呢 虽然袁晓大师不看他儿子 他心里 心里是有在关心的儿子的 那这种关心也不是说 执着 是平等的 只是在一个戒律的立场 他不能去表动 表示关心的 就像各位你现在如果你有神通了 然后你看到你前世的妈妈 看到你前世的儿子 可能你会很感动 但是你不能说 跑去过去跟他说 你前世是我儿子 是我妈妈 然后呢就产生一种执着 这不行了 要把它放在心里 但是真心的关心对方 有一句话叫 爱在心里火难开 菩萨是如此的 不是对哪一个人 还是对每一个众生 都是佛神 那事实上 袁晓大师也是 释迦摩尼佛的化身 然后呢 文殊菩萨的化身 所以包括我们那天 明天要去看了通渡士的那位法师 各位去韩国舞台上 韩国舞台上 那一位创建者叫慈藏律师 他是到我们中国去求法 到舞台山 然后呢 终于面见到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 有试给他 明天我们要去看 就是佛陀的顶骨舍利 还有佛陀的舍利 还有佛陀的加沙 所以就成为韩国三大寺庙通渡士 所有出家人要受戒 各位到通渡士去 因为那边有佛陀的顶骨舍利 身舍利加沙 所以在通渡士里面 金刚戒坛就不设佛像 因为有佛陀的真身舍利跟加沙 所以就不用 那事实上 这些都是佛菩萨的实现 包括韩国最出名的 大家都认识的 金桥诀 自从韩国到我们中国 地藏王菩萨 所以韩国人到中国 去有两个地方一定要去 一个是五台山 一个是九华山 他认为跟他们最有缘 当然还有包括禅宗 韩国佛教 后来又受日本佛教影响 但至少潮汐中 还保持这个不结婚吃素 但是其他的世间的佛教 就大部分都是有结婚吃肉 但是你也不能说他错 因为这样以后就把佛法带入世界 也是一个方法 因为这次我们又去五台山 五台山里面 最主要供奉的是神殊菩萨 但是每一位佛菩萨都有很大的悲怨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 所有的佛跟菩萨都是清净法身 皮肤真阿佛的化现 那各位这次我们要学的 就像一个演员 你不能光演一个角色 不能你国外出名的 各种角色你都能够演得很好 细度要过 那这样你才能够有影响力 那同样的 每一个佛菩萨正的空性 菩萨清凉业 常有必尽空 他要像观音菩萨 来自千百亿化身世 讲我一佛 来自分身百千亿地藏菩萨 他会做各种的视线 为了要度各种的众生 那你要融入于世间 等等等等 所以文殊菩萨 会借着跟众生的缘分 跟他结缘 那结缘目的呢 诶一下 若有见闻者 若有欺发菩提心 欺发菩提心 欺发菩提心 欺死亦报身 欺死亦报身 同身极乐国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各种方法导归极乐 接引众生 导归极乐 我想在大乘佛教里面的祖殿 特别在韩国 就保持到这个传承 放了大部分都是 极光殿就是希望三圣 导归不管各种法门 希望重生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保证 他将来就不会退转 这种空性 所以文殊菩萨 当然到净土最大的利益 就是能够不退菩提心 所以文殊菩萨也是这样发愿 那我们今天 也这样发愿 好不好 好 各位今天会来到 吴等山 袁小寺 一定是过去跟韩国 还是跟袁小大师 跟吴等山 然后昨天的寺庙 有没有缘分啊 你跟谁都结缘嘛 然后让他欢喜 那文殊菩萨的愿 只要你跟我打我骂我 你我不理我 我都要跟你结缘 因为我而让你发起菩提心 所以我们念下来 一心定义 一心定义 大致文殊士尼菩萨 大致文殊士尼菩萨 加持我的恩 同发悲愿 同发悲愿 把经典拿来念 你看心经 就是你要追求空性 才能够心无挂爱 才能够等安妮多罗三秒 上不提 才能够戒笛戒笛 带着众生解脱 所以你看地藏经 那你就要跟地藏王菩萨一样 实现这种孝顺众生的悲愿 所以你读文殊菩萨的经典 更要如此 好 大家就这样真实的发愿 好不好 佛菩萨发的愿 都是发给我们学的 所以我们活的这个世间 大臣佛教 目的就是希望对方发起菩提心 能够成就活到 所以呢 要不管用什么方法 你是什么人 我就变什么人 你是什么技术的 我就变什么技术的 你对我好 你对我不好 甚至你堕落痛苦 我也陪你堕落痛苦 目的呢 都是希望对方能够消除业障 特别文殊菩萨 他讲空性 他的心态 就像妈妈的心 永远贴在儿子的心里面一样 所以文殊菩萨 以他的这种大悦地的菩提心 永远进入众生的杂冷的意识里面 然后呢 让众生的这种夜烦恼意识 从杂冷的转世为止 消除它的分别而一样 能够进入空性发菩提心 所以各位有机会去舞台上 你就会感受到 你到了舞台上 烦恼就没有了 自然就没有了 所以叫清凉地 清凉地 外表感觉到是冷 事实上你进了舞台上 因为文殊菩萨的加持 那你的这种烦恼就不见了 然后呢 你也会很虔诚的想要学文殊菩萨 这样成佛度众生 这就是文殊菩萨的悲恋 这也是我们要时时刻刻 那各位你要去体贴对方的心态 然后从最后 因为对方的心态可能是贪嗔痴 对你来讲你都没有分别 你会有时候别人生气你 你会很烦 别人不应该的想要从你身上去 骗你的钱 执着你 你也会觉得很烦 那这个就是凡夫的心态 然后呢 文殊菩萨他会利用众生 不管你对他爱恋 执着 称恨 或是无论如何 文殊菩萨借这个缘 他要转换 所以我想有一句话 来念一下 你亮起来 你亮起来 世界就亮起来 世界就亮起来 心清静 则众生清静 则众生清静 心清静 则世界清静 所以我们必须要随时保持 文殊菩萨的这种圆满的心态 诸佛菩萨这种空性大卑性 菩提心 那你亮起来 对方也会亮起来 对方的黑暗就会消除掉 而不要去称恨 去讨厌批评对方的不圆满 所以 因为文殊菩萨 用这种方法 目的就是要广度众生 所以事实上 这些佛菩萨每一个的悲愿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想大家也要真实发起这个愿 昨天有发布给各位 最好广播一下 你们不能去极乐世界 如果现在不小心车壮死了 生病死了 去得了吗 因为这边是极光电 西方三圣在这边 又有元晓大使的加持 我想他们都是四线来的 那是在元晓大使的故事里面 当他还俗以后 哇 很多人就唾弃他 但是他自己也觉得很惭愧 就说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这次没去修苦行 修苦经以后 出来以后 然后就装着大家都不认识他的 变成的形象 去度各种的众生 但是这个过程对他很好 让他更了解世间众生的苦 这样才能够把佛法融入到最低层的 就像激功佛佛一样 然后显现这种疯狂象 才能够接触各种的众生 来自依照众生的 喜欢因缘等等做视线 就像你是一个很美丽的小姐 很出名的影歌星 大家很喜欢你 但是你要借这个因缘 你内心里面不喜欢这个 但是满足众生的这种希望 然后让他得度 就像把最苦的药包装的最好吃 吸引他们吃一样 所以这就是佛菩萨的悲愿 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说 韩国佛教的出家人有结婚吃肉 他们不是出家人 事实上我师父呢 以前就叫我来韩国住一段时间 而且住在一个有结婚的和尚家里 还娶两个 我那时候心里就有一点烦了 哎呀 师父怎么叫我睡这个呢 他应该放我去潮汐中的地方睡才对 那时候我在那边睡了两个礼拜 我才发觉哇 这位法师真慈悲 因为他娶了这两个呢 一个是人家破气的长得不好看的寡妇 一个是残废的女人 他都把她收留了 而且呢他对当地的地方上的佛教做了很多的功德 因为他们像个在家人比较好融入 所以我离开的时候我就顶礼他 因为呢佛教不在于你的外表 他在于你对众生的悲愿跟实际做的是什么 所以一个在山里面打坐的师父 有时候还不如一个在人间救苦救难的医生 所以你能够去帮助众生 我想让众生发菩提心 所以加塞尊者很讨厌文殊菩萨 加塞尊者每次开会的就骂文殊菩萨 为什么 因为有一次结下安局 大家很认真 那文殊菩萨还得跑来跑去 然后加塞尊者就公开批评文殊菩萨 说你不守戒律 如何如何 但是他不知道文殊菩萨早就正的空性 阿罗汉的空性怎么可以跟菩萨比呢 那文殊菩萨就借着三个月到处去广度众生 因为所有出家人都比 都在结下安局了 世界没有出家人了 虽然他被侮辱 他一点都不会回答 唯有佛陀之道 所以我想各位呢 站在大乘佛教的空性 你不能执着你自己要什么 你要执着众生需要什么 这个叫什么 来 利他执 要有利他的执着 不要自我的执着 我这个对 我这个错 如何如何 因为你想的是你自己 保护你自己 那你就不会开悟 但是文殊菩萨 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无论如何 他们做各种的视线 就像以前有一位出家人被批评 因为他晚上就不在寺庙了 网课做完就走了 然后寺庙里面 这个出家人他去干嘛呢 就有人跟着他 哇 好恐怖啊 这个出家人居然跑到妓女户去啊 每天就跟那妓女混啊 跟他们喝酒啊 跟他们睡觉啊 然后三七八夜又跑回来 那个时候这个出家人发现 包括老和尚 哎呀 那个出家人骗人的 上下班的 他去外面喝酒啊 妓女户啊 然后大家就把他赶出去 赶出去 后来这位出家人显现不可思议的神通啊 利益众生 他们才知道 这个出家人早就断除男女情欲 但是为了度这些可怜的妓女啊 像他妈妈一样 所以他每天要去陪他们喝酒啊 陪他们吃饭啊 然后呢 跟他们在一起 然后慢慢度他们 劝他们不要再去做这个坏事 劝他们能够减低对金钱的欲望 甚至有很多妓女就这样 唯一出家 所以各位 哪有个伟大 菩萨 所以不出三界 不入三界 意思是说 不入涅槃 但是又不离开众生 那你才可以非常亲近的 跟众生在一起 所以我想元孝大师是一种视线 由持戒而破戒 而由破戒而入世 那对众生产生了广大的影响 但是呢 也视线了爱在心里 对他儿女的爱 像元孝大师以前在讲经的时候 他过去那个公主都会来看他 那躲在最后面 那对于元孝大师来讲 他是平等的去讲说佛法 那我想各位这一点你要想想看 哪一天你跟你儿子不相认 你跟你妈妈不相认一样 但是你内心却悲心的一直在动他 就像各位上次听我讲 黄渤断祭禅师 他的亲生母亲眼睛瞎了 因为儿子出家 他哭到瞎了 然后呢 但是黄渤断祭禅师只要下山 都要来为他妈妈说法 然后他妈妈为了要看到这个儿子 他就设计一个方法 替出家人洗脚 因为他儿子脚上有一颗字 他永远都认得 所以洗脚的时候 他就可以认得出来 哪一个是我儿子 黄渤断祭禅师 每次给他洗脚都洗一次而已 另外一次不让他洗 他说我发炎不能碰到水 但是借这个机会跟他的妈妈说法 他的妈妈后来正的出国 跃生西方极乐世界 后来虽然最后人家终于忍不住了 偷偷跟这个老婆他说 那个法师是你的儿子 对吧 这位老妈妈 去追啊 结果黄渤已经坐上船了 结果老菩萨追到河边 就掉到河里淹死了 当然世间人会怪黄渤禅师 不孝顺你妈妈为了追你而掉到河里 但是黄渤一转回来以后 把他妈妈尸体处理好要火化 他说如果我出家是为父母为报众生 如果父母不得度的话 一直出家求旋七祖不超度的话 诸佛忘语要放火 结果一放火 让他妈妈升天了 身为天人像乃至往生进土 大家才理解 所以我想一个修行人要有这种善巧方便 而不是讲世间的情爱 重点是让他的妈妈能够听闻佛法 如果他不这样单纯的表达佛法 说我是你儿子 他妈妈才不会听他讲佛法 因为他是想要见见儿子 爱儿子 世间的情 所以我想每一位菩萨都有这样的视线 目的 目的就是要让对方发菩提心 所以我想各位也应该 利用你现在是个在家人出家人 种种的姻缘 我们都要希望对方发菩提心 就像我们看到虎目 我们看到虎目 我们为他使务 就是利用这个姻缘 远如的三规五界 发菩提心往生进土 就要一直守护了这个姻缘 才是圆满的 好 呼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呼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浅尝慈悲的原味 生命的动力来自于慈悲 慈悲才是我们永恒的依靠 所以诸佛菩萨 因应期盼着众生 不舍众生 所依赖的 就是一颗无畏的菩提心 与慈悲心 与人 世间的人的力量 来自于爱情 或是名利 或我今天给你做总经理 哇 你就冲啊 很有意思 都有动力 但是这个动力 是不清净的 是有苦之乐的 那我们佛教追求了 后面讲无虚伪的 菩提心跟慈悲心 无虚伪讲的就是 究竟的菩提心 一般的是相对 相对是我去祝念 我透过别人透苦 我来祝念 这样我才可以生起一个 一个慈悲心 这个叫相对 因为我们还没有 究竟的空性 如果你有空性了 那你才叫 绝对的 无虚伪的菩提心 就像今天 你的儿子从二楼掉下来 你会冲过去 做妈妈的本能 冲过去 这个就是无虚伪的菩提心 我们现在修的 不是光对儿子 任何有一个人跌倒了 你就会冲过去 你把你 哪怕你身上穿得很漂亮 地上是六瓜梅 所以你会冲过去 脏了没关系 就到他了 然后不跌倒 如果你还在思维一下 那个人我又不认识 再见 他掉下去 这个又不是我信徒 算了 这个是我的信徒 我去念 那你这些都是有照做的 有分别的 你才要做 这个帅 这个美 这个我喜欢 这个我讨厌 那不行 所以我们要 学习佛菩萨 永恒的依靠 所以那天我跟一个居士说 他一直批评某一个居士 然后他 不太喜欢他 然后我就问他一句 我说 某人啊 你对你女儿如何 他一讲他就 心里很舒服 我说什么叫冤亲平等 你知道吗 你对待你女儿的方法 来对待 那个你在批评的人 好不好 如果你没有这个基本的 死 冤亲平等 我们不能谈慈悲心 不能谈自己受菩萨戒 所以你要 你要有个对象来看 今天人家打电话给你了 哎呀你妈生病了 我赶快去祝念 我记得我也是刚出家 那时候有人打电话 哎呀 你们这边有法师吗 我爸爸快往生了 然后我师兄就说 问他是不是我们的信徒 那我当然觉得 好像也没错 后来想说 你太现实了 如果那个是你妈 你会冲过去的 你还说价钱谈好再去吧 你是不是我的信徒啊 所以我想各位在 在这一点里面 不能把佛教变成贸易化 不能把佛教有这个分别性 所以 因因不舍众生 所以依赖的就是 无虚伪的菩提心 悲心 不舍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自卑加分的成功人生 Come on 生命电视台 自卑加分的成功人生 Come on 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红发型 海涛法师